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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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李天佑的六八六团 后来又参加了焚离公路伏击战 而小方国南在军队中一直从事政治工作 不过也曾参加指挥各类战斗数百次 被冀中军趋誉为能指挥打仗的好主任 群众基础和口碑都是出了名的好 建国后 大小方国南也都在广东任职 1955年授贤时 大小方国南在广州被授予少将军衔 主持授贤仪式的开国元帅叶剑英 看到两个同名同姓的人被授予同样的军衔 还以为搞错了 后来为了便于区分 组织上干脆将其中大方国南改成了方国安 这样就不会再弄混了 更有意思的是 大小方国南都是在政委的任上理休 退休后同住 一个干修所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评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